百年钢铁企业 日本制钢公司被曝造假仇闻 相关问题至少可以追溯到1998年 时间跨度长达24年 造假范围广 周期长 日本制造深陷现任危机 企业股价下跌 信心下滑 日本制造面临哪些困境 晚上好 欢迎大家收看正在播出的央视财经评论 我是主持人张琳 今晚我们来关注日本制造 最近百年钢铁企业日本制钢公布调查报告 承认旗下子公司生产的多种产品 在质检过程中存在数据造假等大量玫瑰行为 而且造假至少可以追溯到1998年 也就意味着它的造假时间跨度长达24年 而部分涉事产品还用于日本的核电站 百年日本钢铁长期造假的动机是什么 如今东窗事发将会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而在日本大型制造企业屡屡爆出造假丑闻的情况下 日本制造面临着哪些挑战和困境 今晚围绕这些问题 我们邀请了两位财经评论员和我们一起来进行探讨 我们请到的分别是万哲和刘哥 欢迎两位 那首先我们先来详细了解一下 日本制纲公布的这份调查报告 日本制纲公布的最新调查报告显示 旗下位于北海道的一家子公司 在质检过程中存在数据造假等违规行为 449起 相关问题至少可以追溯到1998年 时间跨度长达24年 其违规行为主要包括 篡改甚至度转质检数据 质检过程不符合规定 对不符合客户需求的检测值进行隐瞒等 设施产品包括多种钢材和机械制品 大多数产品用于火力发电厂 还有20起质检违规行为 涉及到核电站 其中一起设施产品提供给了日本国内核电站 用作储存放射性废弃物的容器底板 其余19起设施的产品提供给了国外的核电站 据悉 这家涉事子公司今年5月和8月相继被爆出 用于火电厂发电机和涡轮机上的零部件等钢铁制品 存在质检数据造假问题 在进一步调查中 发现了本次公布的更多违规行为 对此 日本制钢声称 涉事产品不存在质量问题 受违规丑闻影响 日本制钢股价受到冲击 从今年5月首次被爆出丑闻以来 其股价一度下跌超过三成 截至今年9月底的上半残年 日本制钢净利润同比减少了大约七成 提到日本制造 我们一般都会想到精工细作 但是像日本制钢这样一家百年老厂 居然造假 而且造假的时间是超过20年 我想很多人听到这个消息 第一反应是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我确实也是这么觉得的 而且我不但觉得不可思议 而且我觉得我可能应该是比别人更觉得不可思议 因为我现在还能够记得 大概在五年前 也就是还我们三个人 然后一起来讨论过日本企业造假的问题 那个时候也是钢铁 是神户制钢 所以在五年之后的今天呢 我当我一开始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我就想说 难道他们还没有改吗 是吧 因为当时这个事情实际上 无论在日本国内 还是在国际上 都引起了非常大的反响 那么他们的企业不但出来道歉高管啊等等啊 整个行业实际上 也表示说要为之反思 没有想到五年之后的今天呢 咱们今天看到的这个实际上是日本制钢 那神户制钢呢 应该说是日本的第三大的钢铁厂 那神户制钢第三 那么现在看到这个日本制钢呢 它更大 它实际上不但是一个百年老厂 而且它是这个日本最大的钢铁厂 所以它的这个地位是更重要的 那我们当时看神户制钢的时候呢 很多的企业也跳出来 包括这个当时性干线是吧 说我们这火车当时是用了它的这个钢 然后当时飞机也说我们也用了它的钢 就说牵扯到二百多家大的公司 对对对 然后轿车等等也说啊 丰田汽车呀 包括这个什么三菱啊等等呀 都说我们在这个海陆空等等 各个上面都用了它的钢 但是这次我们看到 它因为是最大的制钢厂啊 日本制钢 就是核电站也用了它的钢 那这个实际上更是让人震惊的一件事情 而且实际上我们要知道 这个日本制钢 因为它非常的大 它过去本身就是核电厂的 这个就是压力容器等等的 这样的一个主要供货商 全球可能当时有80%以上的 就是这个压力容器的这个钢 都是他们来进行供的 所以在这点上 我觉得尤为大家特别吃惊的 一个是说 居然时间这么长了以后 这件事还在继续 对 所以我想大家就跟万哲一样的感受 就是为什么像这样的百年老店 这样规模 这样知名的企业 会长期陷入到一种造假的行为中 这些企业呢 其实都是大公司 才会尤其一些特别大的案例的话 引起公众的这个关心 但是实际上呢 你去看一下 它已经不是一个偶然现象了 因为除了刚才我们讲的 2017年的神户制钢的事件 和现在的日本制钢 那么这几年呢 还有几个比较突出的案例 那么比如说三菱 那是日本的最著名的军工生产企业 也是大型机械设备的生产企业 它的这个为高铁制造的一些空调和这个三菱的空调 其实也是很有名的 高铁制造的空调 还有那个就是门的那个空气压缩机 也出现了一大的问题 还有呢在日历制造的英国的高铁的车厢车体 也发生这个裂缝啊 等等这样的一些质量事故 我们再来详细看一下 日本制钢的这样一个造假违规行为啊 主要是由篡改甚至杜撰质检数据 还有对未符合客户需求的检测值 进行隐瞒等问题 类似的问题刚才我们说了 之前在不同的企业都出现过 大家会好奇 长期存在是意味着监管在缺失吗 没有人对这样的问题来负责任吗 我觉得就是目前看到的一些这个材料和消息啊 应该说一方面呢 就是整体的这个监督啊 实际上应该说还是不够给力的 那么日本自己的这个媒体啊 或者是他们的产业也在反思这件事情 那么我们看到目前的发生 就是被发现造假问题的这些企业呢 要么是第一种呢 就是说它的质量出了非常严重的问题 那么这个严重问题呢会导致说 大家就是要重新去追溯它过去 是不是有造假行为 那么另外一个呢 也是一些比如说合作企业啊 或者是相关的这种媒体机构啊 可能是犹豫一些偶然的原因 那么爆出来它内部的情况 那么他们可能最后也不得不承认 所以应该说呢 整体而言 它这个机制还是有一些漏洞的地方 而且我们看到神户钢铁 当时也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我觉得就是在回溯的时候 咱们刚开始的时候聊这个话题的时候 是发现哈 但是后来其实 尽管说它的高管都出来致歉了 可能也扣工资了 也降级了 但是呢 整体来说对它的处罚 好像当时是一百万日元 所以说它的这个是很轻微的 就造假的代价太小了 就是实际上是相当小的 当然它的股价可能跌了呀 或者是市场对它的这个信心下降了 但是总体而言 这个处罚是不是还是太轻了 所以导致说大家觉得说 这其实也不是多大的事儿是吧 那么这次我们看到 日本制钢出来也说 虽然我造假了 但是我质量没有问题是吧 当然市场还是不太买畅 现在那股价从五月份 因为五月份开始就爆出来 然后就还是一路的在跌 所以我觉得呢 这个监督机制的确也是有沟通的 所以今天我们其实关注日本制钢 但并不是在关注它的一起个案 而是这几年来已经存在的一种趋势 近年来日本多家知名企业 频繁爆出造假丑闻 这都让日本制造业往日被外界称道的 工匠精神蒙上了阴影 接下来呢 我们马上来连接正在日本东京的 财经频道特约记者牛路 牛路你好 好的张玲 日本制造以往一直给人 以放心和品质保证的印象 但是近年来啊 却频频爆出造假的丑闻 使得日本制造业 所谓的工匠神话受到了质疑 仅今年初至今啊 就爆出了多起丑闻 主要涉及是日本的卡车生产商日野汽车 第二大石油企业出光星产 第三大石油企业科斯莫 以及本周刚刚公布调查报告的 日本制纲等知名日期 那么在这些造假丑闻中 时间跨度最长的甚至达到40年左右 这些案例涉及的主要造假行为包括 质检过程中不符合规定 甚至篡改数据 最为典型的就是日本丰田汽车旗下的子公司 日野汽车 在对油耗和尾气排放进行测试的过程中 篡改数据 两家石油巨头科斯莫和出光星产 在石油质检过程中都存在违规行为 例如啊 没有按照相关法律 以及与客户约定的程序和次数 进行产品的检测 那么有的项目甚至根本就没有进行检测 这些造假行为曝光之后 给奢侈企业造成了严重的打击 比如说 日野汽车就因质检造假丑闻 暂停了相关引擎的生产 搭载该类引擎的车型也不得不暂停出货 不仅如此 日野汽车在日本国内大约有5000家供应商 停产有可能同时殃及到相关的供货商 除此之外 丑闻评出也给企业业绩带来了影响 最近公布的数据就显示 日野汽车和日本制钢 今年上半财年的净利润同比都减少了大约7成以上 那么以上就是我们在东京了解到的情况 张玲 好 谢谢牛路给我们梳理了 最近几年爆出的日本制造业的这些造假丑闻 我们回到演播室和我们的嘉宾来探讨一下 关于这些造假的企业 你们觉得他们的动机是什么 我觉得他们的动机其实还是很简单 就是为了节省成本 但是要从这个动机来说 它背后的原因应该说也不简单 那一方面包括咱们看到说 看到它造假的时间会发现说 它其实日本制造可能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时候 在国际上应该说无论是声誉规模 然后是它的这个技术的精尖程度 应该说都达到了一个顶峰 但是它整体的这个企业实际上为它这种能够达到顶峰 这个机制其实是做了很大的助力的 那么也就是说日本企业通常它都比较注重长期性 那我们都知道它是一个终身制这样的一个企业文化 所以我们就会看到说所谓的工匠精神 追求特别砖特别精 是吧一个小螺丝钉要怎么样才能做到完美 这是日本制造的一个特点 但是我们会发现进入新世纪以后 尤其是到08年金融危机以后 全球的这种整个的经济金融环境在发生很大的变化 一个方面就是说我们看到日本的很多企业 现在也都是上市股份化了 股份化以后它就更加讲求说 我是要给股东他们这个现实的回报的 而不是说完全给你们讲是一个很长期的事情 所以它其实对于过去工匠精神造成的这种高成本 观念已经发生转变了 那么第二个就是看到说过去这种长期的 通常就是一个人在一个公司工作一辈子的这样的一种精神 和它的机制其实现在也在发生改变 现在它有很多的服务都是外包服务 那再加上咱们看到说现在这个通货膨胀物价上升 那包括钢铁特别明显就在于说 咱们看到这几年来比如铁矿石这个整个价格在上升 那么对于日本的公司来说呢 日元的汇率又在贬值 所以很多中小企业在这两年来发生了一些破产的情况 那么大企业呢虽然说它还继续下去 但是它成本对它的压力也是越来越大的 所以综合而言咱们看到这个日本制造之所以有今天这样一些丑闻啊 其实跟它的这个企业在进行转型升级当中 不可避免的会碰到一些困境是紧密相关的 所以它多点频发 我们看到今年六月份的时候 川崎重工旗下的子公司也是爆出了造假丑闻 当时也是川崎重工自己主动承认造假的 我们看到这次日本制纲也是自己来发布这样的公告 所以现在会不会在日本国内对于相关企业的这样的造假丑闻 已经见怪不怪了只要他们自己不去爆出来不去承认是不是也能蒙混过关了 他应该现在他之所以去承认呢还是因为有内外部的一些尤其是来自于客户的一些反馈 那么到最后呢对他又不得不去承认啊 因为这个时间都非常的长 你看有的20年有的30年的这样的一个造假的这个经历 另外呢你注意到没有 就是凡是长时间造假的这些企业有一个共同的一个共性呢 都是机械制造类的企业 那么这样的一些企业呢 以前其实构成了日本制造最基本的那个盘 那么尤其是在每一个国家在工业化最快的那个阶段的话呢 对于这个工业的装备呢 它的需求呢是非常强的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嘛 他们成长起来的这样的一些机械制造企业 那么在发展到一定程度了以后呢 其实在这些年韩国中国的同类型的企业发展起来以后 它的那种由它的所谓的工匠精神所形成的那种高性价比呢 现在打了折扣了 也就是说市场来说 未必去认你那个花了80% 90%的精力 最后呢对于你的质量提高那个10% 20% 而这个工匠精神呢 它是建立在一个极高的成本上面的 最后呢你产生的效益呢 又和你投入的这个资金的话呢不匹配 所以成本方面就要做出妥协 所以就没有办法 那就是说那就是把这个不断地去通过一些数据的修订 然后的话呢来让报表 或者是为了这个让客户的话呢 取得一些这个就是蒙混这个客户吧 也就是说这样的一些 应该说有一定的压力之下 被迫做的这样的一个事情 我们看到一个数据 今年以来日本大型制造业企业信心指数 是在持续下滑的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 日本央行公布的企业短期经济观测调查结果显示 今年一季度 日本大型制造业企业信心指数下降3点至14点 为2020年二季度之后首次下滑 到二季度这一指数又由上季的14点降至9点 下滑幅度继续扩大 全部16个制造业行业中12个行业大企业信心下降 其中日本核心产业汽车行业大企业信心指数 更下降至负的19点 今年三季度日本大型制造业企业信心指数继续下滑 调查显示受能源价格高企日元持续走软等因素影响 三季度制造业企业成本压力加大 日本央行的相关调查每季度发布一次 调查对象包括日本全国9000多家大中小型企业 是反映日本经济景气状况的重要指标 其中大型制造业企业信心指数最具代表性 除了刚才我们在短片中看到的制造业信心指数下滑之外 我这里还有一个数据 是联合国产业开发机构的世界制造业竞争力指数 日本曾经在这个指数排名里长期位列前三名 但自从2013年调出前三之后 至今再也没有进入到这样一个序列中来 我们再和二位来探讨一下 日本制造业我们刚才说到 它面临着一些挑战 这些挑战是不是实实在在的很难克服 目前的困境的情况到底是怎样 我觉得说它是不是很难克服呢 就要看它往后再怎么调整它整体的这个结构 那我觉得呢就通常咱们会说 这个制造业要从产业结构上来进行调整 那么产业呢应该咱们看到说 它在转型升级的过程当中 确实会遇到一种这种就是自然而然的困境 也就是说比如说 它像一些材料的高精尖的这个方向发展了以后 那么过去的一些相对来说比较中等的 或者是中等偏低的这样的一些产业呢 它可能会面临着用功 就是说比如说人不足呀是吧 然后这个成本太高啊 或者是效益不够好啊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 对它的企业都是很大的挑战 那么另外一个呢我们要看到 它还有一个大背景 那么一个呢就是说 它的这个上世纪90年代以后 所谓这个泡沫破灭 它就形成了新一代年轻人的这种低欲望社会 那所以说这个年轻人呢整体来说呀 他并没有像过去的就是老一辈的人那样 有一种特别强的进发精神 和那种所谓工匠精神的那种 就是我一定要把这个事做得特别完美的那样的一种精神 那么另外一个呢也是 全球都步入老龄化社会 但是日本尤甚 一个是呢它步入的更早 另外一个它步入的更深 所以现在来看呢 它的劳工的问题 一方面肯定是越来越贵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由于年轻人相对比较少 那么在比如说顶层咱们看到诺贝尔奖等等啊 可能还是有很多的 但是呢你在中层下层的时候呢 这种后级勃发的这种创新的底层力量 相对来说就会比较缺 尤其会影响到制造 就会缺乏 对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呢 还不是说那么短期就可以直接解决的问题 其实现在很多啊 就日本的诺贝尔奖的获得了 它实际上就是对日本九十年代八九十年代 那个时候的技术的发明创造利用的一个认可 因为它实际上是评选的话呢 这个都会有一个滞后期 所以呢就是在那个时候呢 日本的经济也好 它的制造也达到顶峰 在1995年的时候 财富500强里头有149家日本公司 到了2012年的时候变成68家 那么2022年是多少呢 是47家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 一方面的确有大量的日本企业呢 那么他们在高精尖 就是说在产业链的上游 有非常好的创造 有非常好的技术的能力 但是这个技术的话呢 是不是能够带动整个日本的经济的这样的一个发展 所以呢你如果要是没有整个的一个产业链 只有高精尖的这一部分的话呢 实际上也就是说对于有一些产业 比如说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些钢铁也好 机械制造也好 这些行业来说 你的技术的性价比没那么高的时候 整个这个产业你就带不动了 所以呢它这是一个问题 所以呢你的技术优势 并不完全等于市场优势 所以呢就是说对于日本的制造业来说 那可能就这些年来说就产生了这样的一个问题 在现在这种情况之下 万哲觉得接下来我们是不是还是会听到造假日期出现的消息 我觉得还是会听到的 因为咱们都看到它这个日期就是造假的情况 其实不是说三天两天的事情 那么都是比如说好像有的是几十年十几年这样的事情 所以呢应该说只是有些行业或者有些公司 可能现在还没有完全被曝光 那么另外一个当然我们也要看到 就是日本目前的这个 无论是经济状况或者制造业的状况 它也是在一个不断的升级的过程当中 尽管它有一些问题呢 也不代表说它整个好像都垮掉了 我们要知道日本很特殊 就是它本身是不怎么有铁矿石 就是它这种资源是不太有的 却能够在全球的这个制钢行业当中 占据这么大的一个规模和这么高的一个地位 那它的科技创新在里面是起了非常重要作用的 所以呢我觉得一方面要看到说 因为科技创新起了这么大的作用 那如果说它发生了数据造假 实际上是信心的一个非常大的打击 那对它的公司来说应该说也是要非常警惕的 但另一方面来说呢 应该说它这也是多种因素造成的 那未来到底要怎么样解决 包括咱们说的整体的这个创新能力 还有这个劳动力的问题老龄化的问题 可能都在里面需要它慢慢来解决 这不是一个企业两个企业就能解决的问题 好谢谢两位嘉宾刚才给我们带来的分享 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关注央视财经评论 日本制造曾经的口碑是长期精细严谨的态度 和事实检验的过硬品质共同形成的 时至今日日本制造在全世界也依然有着很强的竞争力 但是造假不会没有代价 近年来每爆出一次丑闻 日本制造的根基就会被多侵蚀一分 市场不相信眼泪 更不会相信鞠躬谢罪 日本制造的神话会不会破灭 或许还是要看日本制造业自己如何选择 好了这就是今天的央视财经评论 感谢您的关注 请继续收看财经频道 其他精彩节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